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心心点点 银河拉起一个圆 日日月月 天地守着最初的月 让我迎着慢慢来的雨 初见有一个心愿 早在开山在处 一刻不怕心疯 年龙龙龙龙 七七明明会出现 飞翔飞翔 随风的故乡 日路上 吹出我一朝遥 那心声一回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的空气好多了 在那个臭铁罐里真能把人给闷死 老婆 女儿 你们都还活着 真是没想到 放屁 见面就说不吉利的话 真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我又重新踏上了这片土地 奶奶 你看 那是星川吗 奶奶 星川 奶奶 来 让奶奶好好看看 星川 我真想你 我真想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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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好 人呢 神经鬼 小伙子 你迷路了吗 对 老先生 请问怎样才能走出这片森林 你不是跟着地上的脚印来的吗 这你怎么会知道 凭感觉 一进入这片森林脚印就突然不见了 是吗 你几岁了 十八岁 难道这和那串脚印有关吗 十八岁 年轻正是读书的时候 居然担负起拯救人类的使命 真难为你了 你是不是想问问我是谁 我并不想知道 在这里奇奇古怪的事情我见多了 不错 告诉你 这是个杀人劫祸的地方 古往今来凡是有一点阅历的人 哪有带着宝贝从这里离开的 我并不是路过这里 我是专程而来的 瞧瞧 多执着 你到强盗窝里来 要回被抢的东西 那不是笑话吗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我请问你 那个抢我东西的武士到底是谁 我们这里的强盗没有姓名 不像你们那里做了强盗还想出风头 我想找这里的头 这里更谈不上有什么领袖了 是吗 难道这里的武士 不 是强盗 这里的强盗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吗 他们的眼里只有财宝 至于人认识了也没有意义 这里的法规就是强盗你能抢到的东西就归自己所有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说像这样要个领袖顶什么用 若是有名有姓不等于是挂了招牌让别人群起而抢之 太可怕了 这有什么可怕的 你既然到了这里就应该了解这里的规矩 别人要是抢了你的东西你根本没有要回来的可能 除非你把他杀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 去抢比你本事小的呗 否则你就只能和我一样了 看来你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抢是吗 不错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并不喜欢所谓的宝贝 所以也没有兴趣去抢别人的 你在这里生活是为了什么 看风景 在喧闹中寻觅安静也是很有乐趣的 你不感到很危险吗 这里的人都把生命看得一钱不值 谢谢你 老先生 我懂了 你不懂 你怎么可能懂 你们总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理想的 像寄生虫一样像行尸走肉一般 所以你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抢了东西 故人高兴 有了它 你的生活从此就无法平静了 是啊 你天天会为这点东西而提心吊胆 担心别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抢你的宝贝 人的欲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到头来一切都是空的 你来到世上是多少 回去时还是多少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 是啊 你的确很有理想 可你们那正在进行着这种抢来抢去的事情 使你原本正常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无法继续下去 其实人的志向是一直在改变的 好了 小伙子 天色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多保重小伙子 喂 你 对了 你还是想追寻那个强盗的足迹吗 是啊 那脚印既然是在森林的入口处消失的 那就证明它是从树上走的 在树上是找不到脚印的 这点你显然没有想到 你还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养养神 到天黑之后如果天空晴朗的话 你跃上树顶往天边寻找一组成六角形的星座 朝着离你最远的那个脚趾的方向前进就是了 谢谢你 记住前面的路非常危险 听说那边有一座叫做赤峰的山 山顶有颗宝石 据说是其他的星球上的稀有之物 所以许多很有本事的强盗都聚集在那儿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都没有办法抢到它 但是我想他们也绝不会让其他人靠近他的 小伙子 你可千万要小心 我知道你除了要夺回那些被抢去的宝贝之外 也是冲着那颗石头去的 当然了 你的目的和他们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我祝你好运 小伙子再见 对了 就是这个星座 他没有骗我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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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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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了 对了 老板 你起得真早 我怎么也睡不着 整天心烦意乱的 瞧瞧 这小乌龟昨晚也醉得不轻 我还以为是雅尼人 你真会吓我 这是什么地方 你昨天晚上喝醉了 所以就睡在这里了 我的主人呢 大警官 他醉得更厉害 用了四个人才把他抬回家 真是太不像话了 让我睡在露天 就是雅尼人在的时候我也没这么惨过 你想让雅尼人再过来是不是 你在说什么 我昨晚上出了多少点子 就是为了能让雅尼人尽快的离开这里 你能不能抱我一下 干嘛 我想看看那颗白星 好吧 找叛徒 这可不容易 铁托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就那帮学生 怎么样 他们几个热情高着 可他们的脑袋似乎简单了点 那还有我呢 你当然不一般了 连大警官都给你逗得团团转的 可要对付那个白星 绰绰有余 对 绰绰有余 可他们现在在干嘛 事情真会这么简单吗 我看有点悬 你派去找那个小子的古兽兵为什么没有半点消息传过来 会不会又遇到了麻烦 要不这样吧 王爷 我再派两名精灵强干的古兽兵过去 事不宜迟 放心吧 王爷 要是我们派去的真都回不来的话 那小子还能回来 家长老 千万不可大意 在这宇宙之间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不了解不清楚 但是在和其他星球的交战中 我们可从来没有失败过 可我还是不太放心 在我们经书的密码里就明确的预言过 在这地球上将有一个身怀绝技的神奇小子出现 所以一切都得谨慎 懂吗 我懂了 这事我马上去办 好 白鸽岛那边怎么样了 目前还不会有什么消息 对了 还有那个孟达他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到时候我们再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我差点以为再也不会上学了 可当初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不过 你有天望的消息吗 现在一切太平了 他应该回来享福了 要是天望回来的话 说不定对眼下的事都会看不懂的 好 还有让他更看不懂的是在等着他 铁头 放学以后我们再聚聚怎么样 好 他就这副德行 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吃了这么多苦 他会有所改变 现在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 他会有个女孩 你在想他 对吗 没有 爷爷 有人说你可能是雅尼人的叛徒 是这样吗 波尔 爷爷像吗 不像 他们才像 你一个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什么吗 巴豆 你怎么也上桌吃饭了 什么什么 到现在为止你还不把我当人看 真是太没良心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好了 别说了 其实在你为难的时候最关心你的还不是我 对不起 巴豆 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说这事 可是你误会了 我不吃了 巴豆 巴豆 我来陪你吃 我也来 你别生气了 好吗 好了 现在总算太平了 太平 我看不见得 现在摩羊飞剑和天元号潜艇的那些野蛮人都在这里 还有那个不要脸的孟达 还有那些雅尼人的叛徒 杰皮说的没错 天旺的爷爷怎么会有那尊石像 烦人的事还在后头 我说杰皮 你干嘛总和天旺过不去 你干嘛总和儿子过不去 他坐在什么地方了 我觉得他样样都坐得对 难道叛徒不应该找出来吗 难道天旺向着外人就是对的吗 我看你还得翻船 妈 我说你烦不烦 谁 你好 杰皮 杰皮 把门关紧了 别让野兽进来 走 我们正在吃饭 你别让我倒胃口了 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 杰皮 还不关上门 你走吧 等等 你干什么 杰皮 你让我说声对不起 我求你了 你怎么还不把门关上 他再待着 我可要报警了 杰皮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就跟你说几句话 我求你了 我知道我是不可饶恕的 可我 够了 孟达 你快起来 你这样让别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 不 你一定要答应我 真是一条赖皮狗 我想跟你谈谈 杰皮 走吧 别在我家门口说 你答应来 谢谢 杰皮 你回来 你就让他去吧 孩子大了 他知道该如何处理 可孟达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以为杰皮不知道吗 告诉你 我才不要听你说什么 你这张嘴却像粪坑 我以前瞎了眼太相信你了 你说的太对了 骂得好 痛快 我是粪坑 甚至比粪坑还臭 可是你得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还要听你说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把我们人类的脸都给丢尽了你 杰皮 我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更对不起你和你的父亲 可我也有苦衷 杰皮 你会有苦衷 那个时候我不是都跟你讲了吗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 可你得理解我 你就想跟我说这些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滚开 你别碰我 不 杰皮 拿开你的爪子 杰皮 别再恶心了 请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杰皮 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难道我得到好处了 每天我和你一样都被风吹雨打 为了顾全大局 我忍辱负重扮演了这个可耻的角色 难道还不是为了你们吗 对 你贪生怕死 卑躬屈膝 出卖灵魂 你不就想当那个官吗 你现在已经很过瘾了 你还想怎么样 妈的好 可我不这么做的话 当时看管你们的人就是那些古兽兵了 那日子会更好过吗 虽然我用鞭子抽了人 可抽的是海盗王 你不说我倒忘了 在这之前你已经和海盗王狼狈为奸 想把白鸽岛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不 这是他们谢口喷人 所以我才抽他的 而我抽过你吗 要是换了古兽兵的话 你现在早就成残废了 要是当初没有我从中周旋 今天的局面会怎样 抓雅尼人叛徒的事是我想出来的 你知道吗 我这样做可是冒了极大的风险 很有可能里外不是人 他现在过真如此 过真成了丧家之权 但是只要为了白鸽岛 为了我们人类的生死存亡 我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杰皮 你心里有什么委屈的话 可以跟大伙说说吗 说 你爸爸能听我说吗 别人能听我说吗 杰皮 只有你能理解我 哪怕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想到的也是你 想当初我们并肩作战侵入兄弟 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 那么我再问你一遍 你跟海盗王的事到底怎么样 你能不能解释清楚一些 在我们极其困难的时候 我确实跟他们联系过 你知道那是为了什么吗 当时就连你手上也有一件实相武器 要是我当时也像其他人一样只会埋怨发泄的话 说不定在雅尼人到来之前 我们白鸽岛早就完了 可现在谁能理解我呢 杰皮 做人难 做好人更难 他说的是真话吗 我怎么有点相信他了 真见鬼 摩护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